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身国家广播公司NBC节目《周六夜现场》开场短剧 现场尖叫声和掌声不绝于耳 顿时陷入轰动 这场戏的桥段是演员亚历山大·鲍德温模仿的川普 要求男星班师提了模仿的川普私人律师 致电暴风女丹尼尔斯 当他接起电话 川普就说自己要监听 可问他旁边有没有人 你现在穿什么 假川普文言忍不住笑起来 然后自己接电话 本名Stephanie Clifford的暴风女丹尼尔斯声称 2006年与川普有段风花雪月 他始终否认 不过科恩已承认2016年前选举前付费给他13万美元封口 川普本人否认了二人油染 并说不知封口费的事情 谁料新律师朱利安尼本周爆料川普偿还科恩13万美元 有违反联邦竞选才无法之余 通常走闲事路线的剧情高潮迭起 川普后来问女主角要怎样才能让这件事情成为过眼云烟 暴风女则带着一抹下一回答 回家辞职请自己吃饭 只见贾川普先是对朝鲜半岛和危机取得进展等 连串成就侃侃而谈 然后自问 为何跟丹尼尔斯的事就摆不平呢 丹尼尔斯说 抱歉唐纳 已经太迟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气候变迁这种事 但是宝贝 等着迎接老娘这场风暴吧 贾川普说 同时胆战心惊又浴火中烧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 以上是今天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